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走 第三个小小标题 存货减值的迹象 在资产负债表示 我们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的时候 如果出现下边情形之一 应当考虑对存货记贴跌价准备 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那第一个 该存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才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回升的希望 有一个成语怎么说 叫做美矿御项 是不是说的就是第一条 来,那么第二个是 企业使用该原材料生产的产品 它的成本高于产品的售价 也就是说终端产品要发生减值 那就意味着我们为生产这个产品持有的材料 也发生减值 OK,第三个 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 原有库存的材料 已经不适应新产品的生产需要了 那么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又低于它的账面成本 比如说一个汽车厂 原来是生产比亚迪汽车 后来怎么样 鸟枪换炮 开始生产奔驰宝马系列 你想啊 原来为生产比亚迪的那些材料 肯定就不适应奔驰宝马车的生产需要了 那有人说我把原来的这个材料给它卖掉 那它的市价又低于它的账面成本 那左右都是死的 第四个是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 或劳务过时 或消费者偏好的改变 使市场需求发生变化 导致市价逐渐的下跌 企业不懂创新 没守成规 不知道与时俱进 好了 那么第五个是其他 它其实是一个兜底的条款 我们就不用管它了 注意上边这四条 是可以放在选择题当中来考大家的 那下边呢 说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 通常表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0 那为0的话 我们要全额计题叠价准备 既然全额计题叠价准备 就意味着在资产负债表上 这个存货的账面价值就是0了 账面价值是0呢 其实报表上就不反应了 第一个呢 是以煤烂变质的存货 比如说都长毛了之类的 第二个 以过期无转让价值 比如牛奶过期 变酸了 变成酸奶了 好了 第三个 生产当中已不再需要 并且已经没有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那么第四个是一个其他都得条款 就不用管了 咱们考试 往往把前四条和后三条 给它混到一起来考大家 那后三条呢 说的是可变现净值为0 而前四条呢 它说的是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但没说可变现净值是0呢 好了 我们看下面这个多选 下列 属于应当具体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形有 那考的是前四条还是后三条 考的是前四条 没说可变现净值为0 看一下 A 该存货的市价持续下跌 我们原文是吧 还有一句话 咱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回升的希望 那咬文脚字 因此这个选不选 那这个当然就不选了 2B 说使用该原材料生产的产品 它的成本大于产品的售价 那这个当然要选了 C 用于出售的材料 这个材料不生产直接卖 它的成本大于它的售价减值 好了 那么四地生产当中不再需要 且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 又低于它的账面价值 如果说你想拿它生产产品的话 会发生减值 因为生产当中用不着它了 说我直接卖掉 那市价怎么又低于它的成本 这话说成本更加的准确 因此左右怎么样 反正都是4 因此这个也是减值的情形 E呢 因消费者偏好改变 而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 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跌到什么程度 低于它的生产成本 那这个也要选上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是BCDE这样四个选项 看下一个题 稍表明可变现净值为零的时 A 存货的市价持续下降 但预计四年将会回升 那当然就不是零了 虽然这个就不选 B呢 存货在生产当中已不再需要 并且已将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 那这就是零了 C 因产品更新换代 使原库存的材料 市价低于它的账面成本 这个是存货减值的 是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迹象 那么4D 存货已过期 但是呢 可以降价出售 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 那就不是零呗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2B这个选项 好了 第四个小小标题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题方法有三种 第一个是比较常规的 我们按照单个存货项目去计题 就是单个比 用每一个存货的成本 跟它的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 好了 第二个呢 是针对数量繁多单位价值比较低 简称量多价低的存货 我们可以按照类别来系体 可以简化核算 好了 那么第三个 与在同一个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最终用途和目的 难以分开计量的存货 我们可以怎么样合并来系体 这样的话呢 就产生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呢 前面谈到的第一个叫单项比较法 就是单个比 那前面谈到的第二个呢 是按照类别分类比较法 前面谈过的第三个呢 是综合到一块汇总来计较比较 把它称之为综合比较法 那含义呢 愿看就看 不愿看完全可以 下面我们做一个题 说某企业有甲乙两大类 然后呢 ABCD四种存货 说各种存货分别按照三种计算方式 确定它期末存货的价值 如下表所示 咱们先来看甲类存货 下边有A和B这样两种 那A的成本是4000 B的成本是6000 加起来是 那么甲类加起来的成本是1万块钱 好了 接着走 那我们A类的可变现净值呢 是3200 就是A这个单向存货 那么B这个单向存货 它的可变现净值呢 是6400 而我们甲类存货 如果按照类别去估算的话 它的可变现净值呢 是9600 看明白了 然后下边呢是针对 乙类的存货 我就不给大家逐一的去读了 思路是一样的 那下边呢 我们先通过单向比较法 来算它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那你看看A 成本呢是4000 可变现净值呢 是3200 我们期末的计量 在报表上列示得金额 是取一个9低者 谁呢 当然是3200了 而B这个单向存货 成本是6000 可变现净值是6400 我们取较低者呢 我们取较低者呢 那是6000 OK 咱们接着往下边走 如果说按照甲类存货 去具体净值的话 那你看看成本是1万 可变现净值呢 是9600 我们要取一个较低者是谁 9600 作为在报表当中 劣势的金额 这是针对甲类存货 我们应用了单向比较法 和分类比较法 已经计算出来 它在期末报表当中 劣势的金额了 那同样的思路 我们看乙类的存货 先说C 它的成本8000 可变现净值9200 较低者是8000 作为期末的 在报表当中劣势的价值 那么D这个单向存货 它的成本是12000 可变现净值呢 11600 我们取较低者 11600 作为期末 报表当中劣势的价值 那如果按照类别呢 以类存货的成本是2万 可变现净值呢 是20800 我们取较低者 2万作为期末 报表当中劣势的价值 OK 这是针对以类存货 我们按照单向比较法 和分类比较法 算出来 他们在报表当中劣势的价值了 那下边呢 我们把它们综合到一起 采用总额比较法 算一下在报表当中 劣势的金额是多少钱呢 那你看看成本是多少 我们用甲类的1万 加上乙类的2万 这样的话更快 结果呢是3万块钱 那如果说采用综合比较法 去确定它的可变现净值呢 我们这里面直接给出来的是30400 这是直接给的 我们要取一个 久低者是多少呢 久低者当然就是3万作为 所有的这些存货 期末在报表当中劣势的价值 而我们刚才分类比较法呢 你可以加一下总 甲类的是9600 那么乙类呢 这边是2万 它俩加起来呢 是29600 这是所有的存货 采用分类比较法 在报表当中劣势的价值 我们再看一下单项比较法 你加一下总呗 这边呢是372加 这边6000 加8000 再加上11600 你看看这个数字是多少 是28800 这个数字呢 是我们采用单项比较法 请简直所有的这些存货 在期末资产负债表上 劣势的价值 按照这三种方法 我们算出来的金额呢 显然不一样 那由高到低的顺序是什么 采用单项比较法 确定出来期末存货的价值呢 是最低的 那采用总额比较法算出来的存货期末价值呢 是最高的 而分类比较法呢 在中间 这下边就是有结论了 采用单项比较法是最低的 分类比较法次之 然后总额比较法呢 最高 那相应的 我们具体的跌价准备各自是多少钱呢 如果是单项比较法 我们用成本三万减掉可变现净值28800 结果呢是多少 结果是1200万元 如果采用 采用这个分类比较法的话 我们用三万减掉29600 这个差额是400块钱 我们提的减值 而咱们如果采用综合比较法的话 你看看成本是三万 而期末报表当中 劣势的金额它也是三万 就意味着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具体的减值呢是零 就不需要提减值了 好 咱们看2020年的这个单选 企业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法 对期末存货计价实 下列表述错误的事 A 说单项比较法 确定的期末存货成本 或者说价值是最低的 这个说法本身是对的 OK 2B这个选项 分类比较法确定期末存货的成本 介于单项比较法和总额比较法之间 那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对的 我们这个考题这边使用的是成本 其实不太严谨 应该说账面价值比较合适 一个那较真 好 C总额比较法确定的期末存货成本 或者说价值是最高的 那这个说法也是对的 4D存货跌价准备 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来计题 不得采用分类比较法计题 错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当然就是4D这个选项了 OK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多选题 这个题的题干比较长 我们先看要求 说下列表述当中正确的有 看到了吧 它考的是让我们分别按照单项比较法 分类比较法和总额比较法 来确定期末存货的价值 来看题干 说某企业有WY这样两大类存货 W类存货包括甲乙两种具体的存货 那么Y类存货又包括丙和丁这样两种具体的存货 两大类四小种 OK 那么期末W类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分别是28000和26000块钱 而Y类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分别是36000和39000块钱 到这我们可以先暂停一下了 如果按照分类比较法 你说W类取谁 取较低者26000 而这里边的Y类呢 取较低者36000 把它们两个加起来 26000加上36000在这个位置 26000加36000的结果看看是多少 是62000块钱 这就是分类比较法下 我们确定出来的期末存货价值 找一下答案 那2B呢 说分类比较法确定的期末存货价值 是62000 那这个说法就是正确的 把它选上 好了 那如果说我们按照总额比较法来确定的话 你说得怎么算 如果题目当中它后边给出来 按照总额比较法的可变现净值是多少多少钱了 你就拿这个钱跟谁比 跟总的成本比 但后边大家会看到 我们这个题的资料里面并没有给出这个数字 那你怎么办 玩点数学呗 球代数核 把这两类的存货成本加起来 然后再把这两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呢 加起来做一个比较 因此它的成本加起来是28000加上36000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那这个结果是多少 28000加上36000 那这个结果是64000 再把这两类的可变现净值呢 加起来 那是26000加上39000 26000加上39000 看看这边的计算是多少 是65000 拿64000和65000去比较 取一个较低者 谁比较低呢 当然是64000了 所以说这64000 其实就是按照总额比较法 注意按照总额比较法 我们确定出来的期末存货价值 找答案吧 总额比较法 我们C和这个E呢 全都出现了 C这边是64000 然后E这边是67000 哪一个是对的 64000是对的 那C选上 D呢 就把它打个差 剩下的是单项比较法了 那我们往下边看 说假存货的就是具体的存货 假这边的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 分别是16000和12000 我们要取哪一个 取较低者12000 作为它的价值 OK那以这边的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呢 分别是12000和14000 我们取的是12000 作为它的期末价值 好了 那丙这边的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 分别是26000和29800 我们取的是26000 OK丁这边的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 分别是10,000和9200 我们取的是9200 若上述存货 采用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 熟底法 熟底法来确定期末存货的价值 问选项正确的 剩下的是谁 单向比较法 就把我打三角形的 这几个数字 谁呢 那也就是12000 把它们加起来 12000加12000再加26000 再加上92000 我们看一下答案当中的计算 过程 12000加12000加26000加92000 这个结果是59200 59200哪一个是对的 选项A是对的 那D怎么样 就错了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是ABC这样三个选项 好了 第五个小小标题 是存货减值的账务处理 是分路怎么来编制 如果是计题的话 我们要带存货跌价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 如果转回的话 把这个分路翻着做 借存货跌价准备 带资产减值损失就可以了 由于资产减值损失 是属于损一类的可梦 它既借方会导致当期利润减少 那么它既贷方会导致当期利润的增加 所以计题减值会减少当期利润 如果说加来市价回程 转回减值会增加当期的利润 OK 那么某期应当计题或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大家可以套这个万能的公式来计算 那我们看减号左边的这个数学上叫倍减数 是当期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额 我把它称之为应题数 其实前面给大家铺垫过 那么减号右边这个数学上叫减数 是存货跌价准备原有的余额 我把它称之为以题数 所以说如果不是首次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我们就要按照这样一个式子来计算 以后每一期每一个报表日 应当计题或转回多少跌价准备金额 那么计算的结果 如果大于领的话 这叫啥你自己说吧 这叫做补题 那如果计算的结果小于领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转回了 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 比如说2019年的12月31号资产负债表日 咱们对某存货 就是比如说成本是100万元的某存货首次计题跌价准备 假如说当年它的可变现净值是多少 是多少 比如说是90万元 你看看 当期我们要计题的跌价准备金额是多少 当然是用100减掉90了 这个结果是10万块钱 账怎么做 借资产减值损失贷存货跌价准备 这个有点太基础了是吧 考虑小白 那么提完跌价准备以后呢 你说它的账面价值变成多少了 我们要用成本100 就是要用存货的 比如说库存商品的账面余额100 减掉存货跌价准备的账面余额是10 100减十是90 其实这90不就是它的可变现净值吗 而且这个金额也是在报表当中劣势的锦额 OK好了 假如说到2020年的12月31号这批货呀 还没有卖出去 那就意味着它的成本呢 依然是100万元 假如说它的可变现净值 最新的数字呢是80万元 市价进一步的下跌 你说2020年 我们补提或转回跌价准备以后 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应该是多少 当然是用100万减掉谁 减掉80万了 或者说站在新的资产负债表日来看 存货总的减值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00减掉80 是20 那问题是2020年我们当年实际计题的跌价准备是20吗 如果是20的话不就多了吗 因为你原来账上有多少 你原来账上这边有10啊 你要再提20的话 10加20那变成30了 所以你就得用20减掉谁 减掉之前已经计题的这10万块钱 20减10 20那是应提数 10那是以提数 差额是多少 差额是10 我们再借一个资产减值损失 我们再带一个什么 存货跌价准备 OK 那我们再改一下 到2020年的时候 假如说可变现净值呢 不是八十 是95啊 你告诉我站在新的报表日存货一共有多少减值 用100减掉95 一共的是5万块钱的减值 就意味着存货跌价准备 在2020年的期末余额应该是5才对 而它的账上期出余额有多少 在这呢 有10万块钱 你怎么做 你就得从借方转出去5万块钱 这就是所谓的转回 分路怎么写 借存货跌价准备 代资产减值损失5万块钱 比较基础 所以当以前 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了 而市价回升了 减值的金额应当予于恢复 并在原以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来转回 就是把最多 你看原来提多少减值 把它转回就完事了 转回的金额记住到当期损益 就是要带一个资产减值损失 我们再给大家改一下 如果说可变现净值 比如说到2020年的时候 假如说可变现净值呢 是110万元 您说那玩点数学110减掉多少减掉100 不这么玩 就是它最新的可变现净值不是110吗 我们把原来提的多少十万块钱的跌价准备给转回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把存货的账面价值调增10万块钱 调到110你说行吗 不行 如果说你把它调到110的话呢 相当于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了 而我们期末存货的计量是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 成本是多少是100 可变现净值是多少110 取较低者是谁呢 是100 这样的话把原来具体的10万块钱跌价准备 全额转回就可以了 因此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全额转回 那得是可变现净值大于什么 得大于成本 是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价值吗 不是 比如我们刚才延伸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可变现净值是95这种情况 它的可变现净值的是95 而之前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就是2019年末我们提完净值以后 它的账面价值刚才说过了 100净掉时是90 而可变现净值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95啊 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价值 我们转回的金额是 我是全转回了吗 不是 我们转回的是5 那账上还有多少净值呢 还有5万块钱的净值呢 所以什么情况下要对存货的简值做全额转回 那得是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它的成本 而不是高于它的账面价值 我们是不是考试最快有一些考试 就爱玩文字游戏 好了 咱们再往下走 第三是截转 注意这个截转跟刚才谈的转回不是一回事 转回呢 说明存货还没有终止确认 还是我们的资产 只不过站在新的报表日 它没有原来那么多的净值了 要把之前多题的净值呢 给恢复 给转回一部分 而这个截转说的是存货处置了 我们要对存货的账面余额做冲销 那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也要返向冲销 这叫做截转 所以他说对于具体的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 如果对外处置 包括出售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换等等 我们应当截转以具体的存货跌价准备 咱们以出售为例来进行说明 比如说成本是一百万元的存货 把它卖掉了 我们确认收入的同时要截转成本 那当然要带一个库存商品一百 借一个主营业务成本是一百万元 如果之前咱们已经计提了 十万块钱的存货跌价准备 现在把存货跌价准备 代方的余额从计划给转出去 那对应代方冲谁呢 冲减主营业务成本 如果说把这两个分路捏到一起做的话 大家会发现 我们带库存商品一百 那么借存货跌价准备是十 这样的话借主营业务成本是多少呢 是一百减十九十万元 那么这九十万元 大家注意这九十万元叫什么东西 在存货卖掉之前是不是叫账面价值啊 因此有一个结论 就是以具体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卖掉了 我们最终截转出来的营业成本 相当于是它的账面价值 好了 下面咱们看一八年的单选 下列交易或事项会引起存货账面价值 是账面价值发生增建变动的有 A月末将完工产品验收入库 这是完工产品成本的结论 待生产成本借库存商品 生产成本这个账的余额 它反映的是再产品的成本 而库存商品的余额反映的是产成品的成本 所以这个是什么 不管是再产品还是产成品 它都是存货 是存货内部的此增比减 那存货账面价值的总额 没有发生增建变动 这个就不选了 再来看2B 说商品已经发出 但尚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要带一个库存商品 借一个发出商品 也是存货内部的 此增比减 这个也不选 Z呢 说发出物资委托外单位加工 我们要带比如说原材料 借委托加工物资 它俩都是存货 一增一减 那这个也不选 次第呢 转回已记题的存货跌价准备 怎么做 要借存货跌价准备 带资产减值损失 会导致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减少 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减少 就意味着存货的账面价值增加 因为存货的账面价值 是用存货类的账面余额 减掉存货跌价准备余额的差额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是4D这个选项 16年的单选 下列关于存货跌价准备的表述中 错误的是 A存货跌价准备 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来记题 人家说通常 所以这个说法本身对吗 是对的 再来2B 说当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大于它的成本时 可按照可变现净值 调整存货的账面价值 那就错了 因为我们是按照存货的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熟低来计量 C呢 企业应当合理的计题 存货跌价准备 不得计题秘密准备 就是不得滥用谨慎性 这件事情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财务会计概论这一章 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 那这个说法是对的 四例 解转发生毁损存货的成本时 就是把它的账面余额冲销 相应解转其以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 有一句话叫 皮脂不存 毛浆淹复 存货的账面余额已经解转 已经没有了 它的背底账户 存货跌价准备的余额能保留吗 不能保留 要把它解转 所以这个说法本身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2B这个选项 再来 17年的一个多选题 我做了改变 说下列有关存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由 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换出存货而同时 截转的以计题跌价准备 不充减当期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说法本身是正确的 我们要带存货累到账 我们要借存货跌价准备 把它冲掉 因为存货已经终止确认了 所以把这个怎么样 把这个选上 2B 截转产品销售成本时 应当将以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 充减主营业务成本 借存货跌价准备贷主营业务成本 刚刚讲过了 那这个说法怎么样 也是正确的选上 CINA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大于它的看好的是什么 账面价值 说原以计题的存货跌价准备 应当全部予以恢复 刚才是不是给大家分析过了 比如说存货的成本是100 我们第一个报表日的可变现净值 假定是多少 比如说假定是90 我们要计题的跌价准备是10 提完跌价准备以后 它的账面价值变成多少 变成90了 这不90吗 这是账面价值 而它的成本是多少 成本是100 假如说到下一个报表日 它的可变现净值变成多少 变成95 这不就是大于它的账面价值吗 我们要怎么做 由于成本这个存货的成本是100万元 而最新的可变现净值是95万 就意味着最新的减值总额是多少 是100减掉95 是5万块钱 而原来账上的减值是多少 是10 我们要转回的是多少 转回的是5 是全额转回吗 不是 这里面说全部予以恢复就错了 这个是错的 那什么情况下要全额转回 之前我给大家说过了 再说一遍 就是当可变现净值大于谁 不是大于它的账面价值 而是大于它的成本的时候 就要全额转回了 OK 4D 销售原材料 截转期成本时 应当将以具体的跌价准备 充减主营业务成本 张冠李戴 应该 我们销售材料 截转成本时 戴原材料借其他业务成本 这样的话 借存货 第一下准备 戴方向应充的是谁 那也是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这个是错的 义呢 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存货净损失 应当记住到营业外之初 你说这个义对不对呢 这个义啊 这个义我们这个题 答案当中选了 自然灾害造成的存货净损失 看好了啊 净损失 记住到营业外之处 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 如果不是净损失呢 他只是说损失就少了一个净字 你就不应该选 我们税务实考是选项 有的时候文字性质的这个选择题 愿要文脚字没辙 那怎么去解释 他说那你总的这个损失得扣掉什么 索赔款等等回收材料之后的那个净损失才记住到什么 营业外之处 我们这个直接说净损失了 所以说E是对的 因此咱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A B E这样三个选项 我们来学习第二节原材料的核算 这节内容在前年及以前的教材当中是有的 而去年的教材把这节内容给删掉了 我们今年的教材把这节内容又加回来了 我想到了那句话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其实这里边讲的很多内容 尤其是原理性的东西 咱们在前边第一节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很多内容其实是属于复习性质的 这节内容不太重要 第一个大的问题 按照实际成本计价的原材料核算 先说第一个小标题 原材料初发的核算 对于购入原材料 我们要分别下边几种情况来处理 第一种情况 发票账单和材料同时到达 我把它称之为单到货到 借原材料 如果说拿到了扣税的凭证 可以抵扣的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迹项税额 同时呢 带银行存款这是给钱了 如果签商业汇票应付票据 如果是普通的设账账款等等 好了第二种情况 发票账单未到 或者对方还没有给我们开发票 或者在优寄的途中 货款未付材料呢 已经验收入口的材料显到了 我把它称之为货到单未到 怎么做呢 如果说发生在平时的话 就不要入账了 为什么 因为入账需要原始凭证 而这里面发票还没有拿到 那你怎么入账 如果说到月底的时候 这个发票账单还没有到的话 我们怎么样啊 为了确保账时相符 因为已经是我们的资产了 要暂估一个金额 做暂估入账 借原材料带应付账款的 二级科目叫暂负应付账款 这个二级科目大家一般了解 等到下月初红字冲回 就是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打开电脑 第一件事情呢 给它冲销 怎么做呢 借原材料带应付账款 暂估应付账款 只不过呢 用红字冲 把它冲了 说明啥 说明这个业务相当于是没做呀 之后呢 收到发票账单的时候呢 我们再做正常的处理 就可以了 第三种情况 说发票账单已到 票已经拿来 那材料呢 尚未到达或尚未验收入库 我把它称之为单到货未到 怎么做 要带银行存款应付票去应付账款等等 如果可以抵扣的话呢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尽项税额 然后材料的成本 记哪个科目啊 叫做再图物资 实际成本法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再图物资 那如果是计划成本法 这边使用的是什么 材料 最好采购 OK 第四种情况 货款已经预付 这叫预付货款 我们首先要借预付账款 代银行存款 等到材料到达的时候 我们验收入库 借原材料 借进项税 按照价税合计 我们代预付账款 如果说之前预付的不够 补付余款 代银行存款 借预付账款 如果之前付多了 有一部分收回来 借银行存款 代预付账款 这样就平了 接下来第二个小标题 是企业生产经营 领用原材料 原材料发出 要代原材料 借方呢 体现一个受益的原则 如果是生产产品 发生的直接材料成本 借生产成本 如果是车间范围内的 一般性的耗用 是属于间接费用 我们要借制造费用 如果是销售部门耗用 销售费用 如果是行政管理部门 耗用管理费用 如果发出去 委托别人加工 那就借委托加工物资呗 好了第三 集体福利部门 领用的原材料 比如说外购的材料 作为福利发放给职工 我们要带一个原材料 那这种情况下 按照税法规定 不允许抵扣 所以把之前抵过的增值税 转出去 要带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专栏叫 尽项税额转出 之后呢 借应付职工薪酬 那分配职工薪酬 我们是寄到它的代方 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相关成本费用 关于应付职工薪酬的内容 咱们会在流动负债这一章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OK 第四 是出售原材料 比如说边缴鱼料 把它卖掉 带原材料 如果这个材料 我们之前已经记提了 跌价准备 要把它的代方余额 从借方转出去 借存货跌价准备 这样的话 借转的是账面价值 借一个其他业务成本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第一个小标题讲完了 第二个小标题 说原材料在采购过程当中 发生短缺或核毁损的处理 要分三种情况 第一个 如果是定额内合理的途中损耗 其实上一节不对 我们第一节都已经讲过了 合理损耗作为合理必要支出 要进入到存货 要进入到材料的采购成本 OK 那么第二种情况 如果能够确定有供应单位 就是供应商运输单位 保险公司如果投财产保险了 或者其他过失人赔偿呢 就是有索赔款呗 应当向有关单位或 或者说责任人索赔 自在图物资客户转入应付账款 或其他应收款科目 就是把损耗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损耗 当然就不是图中的合理损耗了 你就不能够把它寄入到存货成本 所以得从哪个科目呢 我们之前买的时候 是借了一个在图物资 刚才不是通过一张表格 把各种情况给大家盖过了吗 那现在由于发生了不合理的损耗 不合理损耗的部分 要从赛图物资这个账户的贷房转出去 往哪转呢 这里边说了 说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挂一个往来 其他应收款跟别人要钱 跟过失人赔款的那个单位去要钱备 然后这里边说还有一个应付账款 怎么理解 如果咱们买的这个货呀 对供应商这边是奢购的 我们之前说带过应付账款 那现在你就冲它呗 将来咱们结算就不用付给它那么多钱了 所以说这相当于是冲什么 冲我们对供应商的应付账款 OK 那么第三种情况 凡是上代查明原因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和需要报经批准 经领导批准才能够转销处理的损失 咱们先把在图物资转到哪去 先把它转到贷处理财产 损益先在那挂着 那就是贷一个贷徒物资 进一个贷处理财产损益 那查明原因之后呢 区分不同的原因做不同的处理呗 如果是由过失人赔偿的 借其他应收款或应付账款 或者说冲对供应商的那个应付款 这跟刚才第二种情况的原理差不太多 好了如果是自然灾害 注意是自然灾害的这种净损失啊 就是扣掉赔款 直接锁赔款后的那个净 注意那个净损失 是把它进入到营业外之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叫非常损失 好了那么至于其他的损失呢 我们作为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 寄到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然而说在上述二和三两种情况下 又是发生不合理的损耗了 那短缺和毁损的材料 所抵扣的进项税 应当做进项税和转出 什么原因 因为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中断了 增值税增值税 顾名思义 是对商品在流通过程当中 发生的增值额的部分 课征的一种税 那采用的是迹象比销项 这样一个做法 差额交上去 如果说我们这个货 流经在本主体的时候 不能产生增值了 不能产生销项了 比如说都已经短缺回损了 那就意味着将来没法销售 没法产生增值 没法产生销项 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中断了 之前抵扣的增值税 就不让你继续抵了 怎么办呢 那就转出去呗 当然如果是自然灾害 造成的这种毁损 国家照顾我们 不说吗 大家看过拜年那个小品 赵本山高秀民 还有范维 当年的铁三角 双大只既然已经从范箱长变成三胖子了 咱们就不要再当头给人家移棒子了 不要让人家雪上加霜 所以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呢 不需要做尽项税额转出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可以抵的 是国家对受伤企业的一个照顾 好了 第一个大的标题 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么第二个大的标题 是按照计划成本计价的原材料核算 关于计划成本法的内容 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 已经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过了 而且我强调过它的重要性 要准确的计算出来 材料成本差异率这个指标 那这个式子的分子要注意什么问题 节约差用负号 超值差用正号 分模要注意什么问题 如果期除的计划成本当中 包含上月暂股入库的 要把它减掉 那这个数字如果算对了 成功一大半 其他内容我就不带领大家复习 当然还有一个是 就是材料成本差异这个账户的借贷方 都登记什么 再复习复习吧 注意如果入库 形成的是超值差在借方 那分配呢 就是初库分配差异 贷方呗 好了 入库如果形成的是节约差呢 在差异的账户贷方 分配呢就在借方 好 下面呢咱们通过一张表格 把计划成本法与实际成本法 购入存货的会计处理做一个比较 先来说 单到货到这种情况 如果是实际成本法 我们带银行存款等等 借进项税借啥 原材料 有差异吗 没差异 而计划成本法呢 我们先是借了按照实际成本 注意这边登记的是实际成本 借了一个材料 采购借了一个镜像 带了一个银行存款等等 同时呢 我们做一个入库 按照计划成本 借了一个原材料 同时呢 把材料采购的余额给冲销 冲销的相当于是实际成本 那么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之间的差额 这是入库形成差异 把它记住到材料成本差异的借贷方 刚刚说过了 如果是计划成本大于实际成本 这叫节约 那就借贷方 如果是计划成本怎么样 小于实际成本 超之差 那这个差异就借贷方 好了 咱们接着走 第二种情况是单到货未到 在实际成本法下 我们使用了一个在图物资科目 来核算存货的实际成本 而在计划成本法下 这个位置 我们使用的是另外一个科目 叫材料采购 来核算它的实际成本 然后借进相带相关科目 营养松管等等 这个是一样的 OK 那第三种情况是货到单未到 如果发生在平时的话 那是不用做处理的 如果到月末 发票账单还没有到的话 在实际成本法下 我们要做一个暂孤入账的处理 就是借原材料带应付账款 下月初怎么样 同字重销 那如果说在计划成本法下 同样要做暂孤入库 只不过你暂孤的金额比较容易算 计划成本法下 我们有计划 有单位计划成本 你用单位计划成本 乘数量是不是就估出来了 咱们借一个原材料 带一个应付账款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原材料 已经登记它的计划成本了 那么等到下月初 在计划成本法下 用不用红字重销呢 其实不用 没必要 等到发表账单来的时候 实际成本就知道了 你再补一个实际成本 那实际成本和 谁 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之间的差异 你截转一个材料成本差异 就是形成一个差异 就完事了 好 那么这节内容就给大家讲完了 比较简单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